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环境太差了 没插队 然后开机 开机以后我们先这边 看不到 这是什么 按钮 reset 键 OK 点一下 OK 然后外界的显示器看这边 这边就会出来 你显示器这边的东西就会出来 按住这个键盘上的delete键 然后进入这个界面以后 到这个 noise 南桥 点一下 北桥 然后把这个 这个 改成这个 你按了个啥键盘上 我的上下键 然后把这个 leave this 分辨率 改成1028 别动 你改完了之后不要动 我过去 到这个 点一下 然后 过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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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这边 点这个 重启 然后 你看 我们的屏幕就开始正常变了 稍等一下 那我截掉了 正常启动一下 那就什么都不要动了 是吗 对 不动 它正常应该是会正常启动的 就是到这个界面 因为刚才有错误关机了 我刚才不是按一下错误关机吗 好了 现在就好了 现在就好了 对 现在就好了 对 确认